这个深入渔村访问座谈会,昨天晚上七点钟是在七斗子李明大会堂举行的,由市政府建设局长林朝之主持,市渔会有关人员跟移民等有一百多人参加,移民们曾经非常踊跃地提出他们的意见,跟所遭遇的困难。 访问座谈会活动,今天晚上要到八斗子和九斗子,明天到沙子里等级,一时进行搭片,除了座谈会以外,并且还放进电影,招待移民跟院主们观赏。